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大部分人看重的是车辆满外观,内饰,空间,或者是配置 但是对于动力,很多人都觉得功能就好 不是很在意,毕竟大部分人买车就是加入代步,又不激烈驾驶 而且通过我们在不同的网站和论团观察,有关加入车选择去向的时候 发现大家对百公里加速这种直接体验升降性能的数据并不是很看重 那么,对于加入车而言,强调百公里加速到底有没有意义 毕竟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真正可以用到0百加速的地方还是挺少的 我这边先为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对驾驶车而言,百公里加速几秒算是底线 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自己的干法 说一下我的观点,虽然是驾驶车 但是我觉得百公里加速能力还是要越强越好的 当然这个观点的前提是在价格,燃油精进行,配置,可平的方面 出现冲突的时候,依然选择以百公里加速代表的性能 很多朋友都说,像在上路或者高速上,更没有用到,就没有踩到几个急加速 市区和国道也会经常堵车,更没有跑步起来 还用得着在意,吃点的加速性能吗 事实上,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有没有这个急速用场是两回事 我平时开车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能跟车就跟车,能让行就让行 绝对的微明前车 但是有时候,就特别需要击加速 尤其是在一些需要超车,硬线,或者需要迅速将车速击起来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百公里加速能力就特别重要了 比如说超车,百公里加速时间越短 那么意味着,我们和要超越的车辆,并行的时间越短 以及我们的车和对象车道的车,在同一条车道上,我们逆向形式的时间越短 这样的,也就更加安全,在高速上超车,就更加看重车子的动力水平了 你的车子动力弱,那么你的超车距离就要比别人长 老司机都知道,在高速上超车要快,才更加安全 特别是超大户车的时候 而在乘区的驾驶中,百公里加速就没有用吗 我们大家开车,在乘区中行驶,肯定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旦公交车或者私家车,卖又遇到走在我们前面 特别是在那种,双向,两车道的炉框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跟车 哪怕明明前面根本就没有车 但是如果我们的车,百公里加速的能力比较强 也不要说太强,即便是百公里加速86秒的车 只要准备时机,对象车道的来车没有那么近 一脚油门就能尝尝成功 相反的,如果驾驶的是一辆百公里加速比较慢的车 不要说能不能超过去,就是改不改超也是个问题 而且我认为,这样的百公里加速能力 很多时候和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看到我这么说,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 不都是说,十次车祸九次快 怎么加速能力越强,而更安全呢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十次车祸九次快的前提是不该快的时候快 比如说,高架上限速100,你跑了160 或者说,走爬山公路,限速30,你非要跑到60 这些超速的情况,肯定容易造成车祸 我所说的快,指的是正确的时间和路况下 车辆的速度能迅速记起来的能力 也就是加速快,并非指的是行驶的速度有多快 我再来举个例子,大家都是在路上行驶 突然发现后面冲出来一辆失控的打卡车 那么这个时候,一辆车的百公里加速是7秒 另一辆是11秒 哪辆车更容易避免被坠雨或者哄扫 肯定是7秒这一点 当发现大卡车,以一个很快的速度从后面追过来的时候 全右门加速,当车辆很快 将车速提升到和后车一样的速度 或者更高的速度时,自然追尾的事故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对于百公里加速比较慢的那一辆车来说 就算和前者同时发现后车,见解同时停右门加速 后者倒是装机的风险,还是远难于前者 毕竟它的加速更慢 所以在我看来,买车的时候 外观,油耗,空间,售价固然很重要 但是也不要过分忽略,100公里加速代表着性能 很多时候,性能就代表着行车在路上 谁的主动权更大 或者说很多时候,加速性能越好,安全性也就越高 因此在买车的时候,适当的提升 对性能的要求还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的这辆车 1.5T的排量 CVT的变速箱 100公里加速是9秒左右 应该说也是过用的 但是开了这么长时间 也是需要经常挤加速超车 所以我都是喜欢了运动模式 这样的动力会更好一些 所以说现在我也非常后悔 没有买1.6T加双离合的动力组合 100公里加速可以提升1秒左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时间比较长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一下关注 我们明天继续